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稍微做了一些变更 但是大致进行的方式还是跟第一场差不多 第二场演讲还是继续我们第一场的Theme 从脑部开始 经过上一次的演讲 大家在黄胜坚教授的非常细心的带领之下 已经了解到整个脑的大致的构造 我们这一次来看脑部的发育 我们看怎么样脑从胚胎时期开始 一直到成为一个成人人的脑 但是我们的主题是经验 对于脑部发育的影响 原因是脑虽然是一个生物结构 但是他对环境的是非常非常的敏感 那很多外界的经验 包括在妈妈肚子里面 以及出生以后各式各样的经验 甚至包括教育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脑部发育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就说 这个神经发展的一个专家 我们这个解剖及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 这个李绿仁教授 来跟我们讲这个脑部发育 那这个李教授呢 是我们国立台湾大学这个动物系毕业的 然后在动物系毕业以后呢 他进到这个医学院的解剖研究所 然后去拿了一个硕士学位 然后在拿到硕士学位以后呢 他呢到美国去念书 然后呢念的呢 也是有关于细胞生物和解剖方面的东西 然后在美国呢的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 拿到他的博士学位 那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呢 他呢花了一两年的时间 在这个加州大学的伯克莱分校 Yoshi Berkeley的这个分子系细胞生物学系呢 他做他的博士后研究 那他的指导教授呢 是这个中央研究院的这个普通名院士 那然后呢前几年呢 他回到他的母系 也就是说这个医学院的这个解剖 及细胞生物学的这个研究所呢 去担任这个助理教授 那他所研究的专长 就是神经生物学 以及神经解剖 跟这个分子系细胞生物学 这一方面的这个课题 那他非常在意的 一些研究的这个题目 是有关于早期的感觉经验 怎么样影响到 这个脑部的发育 那他做了 就说一些这一方面 非常出色的研究 那同时呢 他也看脑 大脑皮层里面的一些神经结构 他对于以后的这个发展 以及这个心智的这个活动 有些什么影响 那这个结构呢 叫做大脑皮层的这个底板神经元 supply的这个neuron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 也许他等一下会解释 然后这些东西 这些结构呢 后来发现跟这个自闭症 或是跟这个精神分裂症的 某些的这个病变呢 它会有关系 那他呢 把他过去在解剖 以及在细胞生物学上面 所得到的知识 慢慢的就说用出来 用到这个日常生活 以及其他的各方面 那他刚刚跟我讲 就是说 他会尽量讲的简单一点 然后他会举很多生活上面的例子 尤其是包括他小孩的经验 那我相信呢 他的演讲呢 对各位来说呢 一定是深入浅出 然后而且可以得到 得到就说真正的启发 那我们现在就欢迎这个李立仁李教授 谢谢梁老师 谢谢各位来参加这样一个讲题 我想我不要以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专家学者的角度啊 来介绍这个特别 我觉得当成是一个这个 关心小孩子发展 的一个家长 的一个角度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点 这个经验如何影响脑部的发展 以及我们怎么样能够 这个对我们的孩子 对我们的孩子的这个脑部发展 以及他后来的这些 将来的这些 情绪啊社会啊 上面的发展上做一些有益的事 那这个 对不起 好 所以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说 这个早期的经验呢 如何来影响这个脑部的发展 实际上这个小册子啊 是我自己女儿在刚出生的时候 我女儿现在念小学二年级 刚出生的时候 我们拿到一个这个小册子 这是美国的一个 基金会啊 去这个 希望大家都去 多了解一下这个孩子的发展 尤其是在早期 零到三岁的时候 如何来帮助他们 建立一个好的大脑的一个发展 那我想我也 从这个精神 从这个角度来出发 分享一点 一点这个 神经科学的一些知识 也分享一点我们这个 这个对孩子的一个 关心跟一个期望 好 那我们大概的一个 内容呢 会这样子做一个分 这个这个介绍 第一部分呢 再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大脑的发育 就刚刚梁老师说 我们对大脑有一点的认识 但是它怎么样建构成 建构成这个成年人的大脑 它发育的过程当中 有哪一些重要的事情 跟大家做一点介绍 那另外呢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早期的经验 对大脑的影响 那我这边分成两个部分来探讨 一个是 跟感官 sensory 跟感觉有关的一些感官的经验 那另外一部分呢 是这个要避免的 就是一些不当的对待 不当的一些这个 的一些情形 那最后我再分享几件有益的事 好 OK 那有关大脑的这个发育啊 大概是在胚胎 刚刚受孕的第三个礼拜 第三个礼拜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整个胚胎啊 已经分成了三个胚层 那最外面的这个外胚层 最外面这个外胚层呢 就有一个叫做神经板 的一个构造 它就逐渐增厚的一个外胚层 那从这个神经板的中央这里呢 就逐渐往下凹陷 往下凹陷 叫做神经钩 可以看到我滑鼠的那个 手指头的位置吗 可以吗 好 这个就是神经钩 那神经钩呢 再继续往下凹陷 再继续往下凹陷 就变成一个神经的这个 更深的一个钩 那更深的钩 上面这两个凸起来的地方会愈合 等到他们愈合以后呢 这个钩就成了一个神经管 所以神经管就是这样形成的 大概在几天之内 就是这个受孕的第三周的几天之内 神经管 神经管 就从这个神经板呢 就形成神经管 而神经管就是我们后来整个 从大脑到我们脊髓 整个中枢神经系统 都是从这个神经管发育出来的 那再来到第四个礼拜的时候呢 这个神经管呢 大概都愈合 而且在最前面头端的地方会有一些膨大 有三个膨大的区域 三个膨大的区域 这个是后来的前脑 第二个膨大的地方成为后来的中脑 后面这里呢就是后脑 三个膨大的区域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脏呢 还是一根管子 也是正在要发育当中 这是大概第四周的时候 那通常这个时候啊 我们大概才知道说 我好像怀孕了 因为刚怀孕的时候 可能还不晓得自己怀孕 大概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说 好像要去检查一下 但是这个时候啊 其实我们的大脑已经发展成 这个已经有一个雏形了 所以这个等一下会跟大家 这个这个多提到一点 就是说我们的最好 每一个怀孕呢 都是在预期当中怀孕的 这样你才能够清楚的知道 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在很早的时候 这个胎儿在这个 这个子宫里面发展的一个情形 你不会失去 你不会这个错过 它最早的那一段过程 那到了大概第五周的时候 很快哦 到了第五周的时候 这个头端的膨大 就变成五个膨大的部分 前面刚刚那个前脑呢 会变成后来的这个端脑 就是这个前端的端 端脑跟尖脑 中间的尖 端脑就成为后来的大脑皮层 尖脑呢成为后来的士丘 也就是后来的这个 所有感觉的一个转接战 中脑还是中脑 中脑控制很多这个大脑 一些这个神经化学 或是这个 一些这个 自主神经的一些活动 还有后面的这个 后脑呢 会形成巧脑跟眼脑 巧脑的背部呢 将来会发展成小脑 所以整个大脑 那底下就是这个脊髓 所以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呢 大概到第五周的时候 他的雏形就已经出来了 那甚至到第 这个是第十一周大 这十一周大的这个胎儿啊 他的脸啊 他的头的形状啊 还有他的大脑 这个端脑就是这个大脑皮层 尖脑 中脑 还有桥脑 桥脑就是这个过桥的桥 桥脑 还有小脑的这个一点点的这个 雏形 还有后面的这个 颜脑 也就是我们说 常常说脑干 常常控制我们呼吸啊 心跳啊 这些生命中枢的这个颜脑 也形成了 好 那在二十五周大左右的时候呢 这个大脑的 这个表层啊 还比较平滑 但是逐渐逐渐呢 这个到了三十周以后啊 这个大脑的这个表层呢 出现很多很多的这些 这个凹陷 或者是这些大脑 这些脑回就出现了 那这些脑回的出现呢 会使得大脑的表面积增加 你看这个光滑的这一面 它表面积大概就这么大 可是它出现很多凹陷以后 表面积就增加很多 到三十三周 三十三周的早产儿 大概都可以存活没有问题 但是三十三周到逐月 大概三十八到四十周 还有大概两个 一个多月的时候 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呢 大脑的发育非常的明显 在后面的这几个礼拜当中 大脑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皱褶 使得它表面积增加 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个 因为大脑的神经细胞呢 大部分都分布在大脑的表层 就是大脑的皮层 所以皱褶的增加呢 就增加了这个大脑神经细胞 神经细胞的数目 神经细胞分布的这个地方 那大脑的这些神经细胞怎么来生长呢 这个 这个是最新版本的 2008年版本的这个人类大脑发展的一个 现在大家的科学界的一个共识 这个更早之前大概是1970年代 是有一个当时的一个版本 但是到了2008年这个版本的更新 我们用的是最新的版本 大概在第五周的时候 这些在脑室 对不起在那个神经管周围的这些细胞呢 逐渐就会有一些细胞分裂 这些是细胞分裂 这个是在神经管的最内称的地方很多细胞分裂 大概在第五周的时候开始逐渐逐渐的从分裂的区域 往上迁移或是往外迁移 这个细胞迁移 那到了大概第六七周的时候 这个大脑的皮层的厚度就越来越厚 因为呢 除了有这个分裂的区域之外 这些分裂产生的细胞呢 就继续在往外迁移 往外迁移之后 形成一个叫做PP preplay 那后来呢 再过了大概到第八周左右 更多的细胞往外迁移 就把这个PP啊拉成两层 所以一共三层 就是把PP最外层呢 形成这个最外层 将来会成为大脑的第一层 叫做marginal zone 大脑最表层的 那其他细胞从底下一直涨涨涨 涨上来呢 形成CP就是cortical plate 这个会形成将来大脑的第二三四五六层 那我的研究 我最关心的地方在这里 就是大脑的subplay 或者我们用这张图来看好了 这个是大脑的subplay 就是底板层 这一层呢 是原来PP被拉开来以后 最底下的这些 所有的神经细胞 全部都要从底下 穿过这个底板层 进到cortical plate 那cortical plate就是CP啊 后来成为二三四五六层 那这个supply呢 或者有人把它称为第七层 这个以前有本泥匡的小说 叫做什么消失的第七层 没错subplay 底板细胞呢 到了出生之后就会消失 所以这是一个这个过河拆桥 过河拆桥 那可是这个过河拆桥的这个桥 还是很重要 因为所有的细胞都要从这个桥上经过 所有的细胞都要从底下呢 穿过这个桥 到达这个cortical plate 那到达的顺序呢 是六五四三二 从底下开始涨 第六层先 然后再第六层 五四三二 第一层就是这个marginal zone 所以这个supply的这个底板细胞 虽然会过河拆桥 可是如果这个桥搭得不好 很多细胞会卡在底下 上不去 那上不去啊 就可能会影响大脑的发育 那有些证据显示啊 像这个有些跟大脑发育有关的 神经或精神的疾病 包括自闭症 包括精神分裂症 这些病人的这个大脑里面啊 会发现明明这个桥已经拆掉了 应该要拆掉 可是这些大脑里面 还有这些底板细胞的痕迹 所以可能就是很多细胞卡在 底板细胞上不去的时候 影响到大脑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分层的发育 而和后来这些精神疾病有关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 这个大脑细胞怎么样 逐步逐步逐步的发育 好 这个大脑细胞呢 首先要先迁移 就神经人的迁移 从底下呢 这个神经管附近呢 要往上 你看它要穿过这个 这个底板层 而达到cortical plate 它怎么爬的呢 它怎么迁移的呢 事实上啊 在底板的 在这个 这个神经管的最 内称的这个地方 有一些叫做radioglia 有一些神经胶细胞 它已经搭好了阴架 这些细胞呢 那后来的神经细胞 就好像爬竹竿一样 沿着这个glia的阴架呢 逐步逐步的往上爬 这个好像那个 蝸牛 蝸牛以皇立鸟 蝸牛在爬那个竹竿一样 这些神经细胞就逐步逐步的从底下往上爬 那它呢 先爬 先爬到了就形成第六层 之后的 再往上再堆 第五层 再往上再堆 第四层 第三层 第二层 所以呢 第一步是神经的迁移 等到它到了它该去的位置之后呢 神经开始长出一些神经的突起 这个是神经细胞最特别的一个 跟其他细胞不一样的地方 神经细胞有很多很多的突起 这个突起可以很长 那 像我们在脊髓的这些运动神经元呢 它要去支配我们某一条肌肉 它的这个支配的这条神经纤维 可能可以长达一公尺 甚至好几十公分到一公尺 那它们都是从原来一颗细胞开始 伸出一些小小的突起 伸出一些突起 伸出突起之后呢 有一根特别长的 这根是成为后来的叫做轴图 那其他短的呢成为束图 束图是接受讯息的地方 轴图呢是把讯息往外传的地方 那这个轴图的最前端啊 有一种好像触手一样 在那里探路的 有一个这个结构 它会去找到 它要去跟下一个细胞 这个接触的这个接触点 这个叫做神经生长锥 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像触手一样往外面生长的 那这一根将来就会成为这个轴图 其他的就是束图 那轴图的这个生长 怎么样去找到它的 怎么样去找到它的这个对象 找到它的这个目标呢 这个有一些的这个实验证明啊 这个轴图的生长 或是叫做探路 Pathfinding 这个探路啊 这个有很多很有趣的机制 比如说呢 这颗细胞 就是刚刚已经长出它的那个生长锥了 要开始找路了 它会发现在它的路上啊 有一些细胞外的一些这个 跟细胞粘腹有关的一些蛋白质 为它铺好的路 所以它只要沿着这个有铺好路的这个 只要沿着这个铺好路的这个路线 往下走就可以了 好 那下一个这个 它就往前继续走 走走走 走到下一堆 下一群细胞 这些细胞的表面呢 也有一些吸引这个 这个轴图长过去的一些这个分子 所以这个细胞呢 的轴图就沿着这些细胞 顺着这些细胞的表面继续再往下走 走走走走走走 这边有一个另外一颗细胞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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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一些轴图已经打好线 或者是 Vedioclea刚刚说的那个那个扒竹竿 已经打好路 它就沿着这个打好的路再继续再往下走 走走走 这里有一些有正号的 有吸引力的一些细胞 所以它的这个这个轴图啊 就会被这些细胞吸引过来 吸引过来 这是我自己在做国师后研究的这个老师 福沃铭教授 他就在做这个神经的这个探路的一些研究 好那被吸引过来之后呢 他也许不留在当地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有一些这个排斥性的讯息 有一些呢 这个碰到他他就要转头 所以他就转头再往外再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他就不能继续往下走 因为这边有一个这个stop sign 有一个这个不准不准进入 你找到这边来之后呢 这边也有一些这个不欢迎他的一些讯息 于是他又在转头 然后最后就找到他要这个 这个找到他要去的这个目标 所以这个轴图啊 对不起那个轴图的这个延伸 以及这个找路啊 有虚许多多的化学 以及这些这个 这些讯息在路上 带领他能够找到他要去的地方 那这个细胞除了他能够伸出一条很长的 这个轴图之外呢 他本身的这个树图 接受讯息的部分呢也会生长 这张图的那个轴图是没有画的 只有画它的树图啦 那树图呢本来从简单的样子呢 会逐渐逐渐越来越复杂 长出真的像一棵树一样 你觉不觉得像一棵树啊 这好像树根啊 这好像他这个树呢 长出很多的这个枝叶来 树根往下延伸 树干往上伸展 就跟树的这个生长啊 非常相似 那这个随着这个树啊 越长越 越长这个树 我就说树枝好了 树枝越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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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有机会呢 去和 从别的地方长过来的轴图 相接触 相接触的时候呢 就会形成图处 图处呢 就是神经神经细胞之间 接触的地方 它并不是直接 一颗细胞跟一颗细胞黏在一起 其实没有 仔细去看呢 这两个细胞中间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一个缝隙的 前一颗细胞的这个 轴图啊 的末端 跟后面这颗细胞的 基本上是树图 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这个相连 但是不完全啊 不完全 黏在一起的一个关系 而这个时候呢 前一颗细胞的 这个末端呢 会释放一些神经传导物质 这些传导物质就会穿过这个中间的 这个这个 这个裂系 去影响图竹后面这颗细胞的神经活动 那这就叫做一个图竹 包括图这个 前一颗细胞的 这个轴图 跟后面这颗细胞的树图 形成图竹 图竹呢 在这个神经细胞里 神经系统里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这就是让神经的讯息 可以从第一颗细胞 传到第二颗细胞的那个关键 那图竹的位置在哪里呢 其实如果以这颗细胞来看呢 这颗细胞 这真正的细胞 我们刚刚画出来的那棵树 我们以为是画的 不是 它是真正的细胞把它画出来的 你看这颗细胞的细胞体在这里 往下长的树根 往上长的树干 是真正的细胞的样子 这个大概是大脑的这个 这个椎状细胞 大概在第二三层的一个 椎状细胞的一个真实的照片 然后把它的这个 这个任何一根树干 把它放大来看 放大来看 高背来看呢 发现这个树干不只是只有树干 还有一些小小的凸起 这些小凸起叫做树图集 Dendritic spine 这个树图集呢 其实就是和这个 轴图的末端相连接的地方 那这个树图集呢 刚开始的时候比较长 因为它希望能够跟这个 轴图能够接触 所以两个之间有一个 好像彼此在探索的一个样子 是比较长 等到稳定了以后呢 你看这个 这个树图集伸出这么长的一根 等到它跟这个轴图 碰在一起之后呢 它们就会逐渐形成 比较稳定的一个结构 看起来它就是比较短 这个一般科学家把它称为 叫做香菇头 像不像香菇头啊 Mushroom 香菇头 香菇头呢 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 或者比较稳定的一个树图集 也就是暗示着那里有一个 土处的一个存在 好 那这个土处的存在 或土处的这个建立呢 和神经后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叫做稳固与移除 非常重要 因为神经的发展呢 都会多过于 多过于它真正需要的细胞数量 或者是这个土处的数量 而有些会被稳定 有些会被移除 以这个例子来讲好了 这颗神经细胞它要长出一些的这个树图啊 那长出这些分支来以后呢 有些呢就和轴图的末端有机会相连 形成突出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而这个呢后来就被移除 这里这个就被移除 而这个有形成突出的呢 就被稳定下来 被稳定下来之后呢 它就会从这里再继续产生分支 从这里再继续产生分支 那有形成突出的 比如说这个就被稳定 或者这里就被稳定 而没有的就被移除 所以这是一个动态的 一个稳固与移除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的这个这个 这个术图或者这个这个 接触的点越多 表示讯息的这个联系呢 是越 越越 这个这个讯息是越多的 好 好 那除了这个形成这个突出之外呢 大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神经细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就是啊 神经细胞的活动是这种电活动 那电的活动啊 我们都知道电线外头要包一 电线外面要包一层那个 什么 绝缘体 对 这个绝缘体的好处就是不要漏电 神经细胞也要包绝缘体 这个绝缘体叫做随壳 这一根好像电线一样 就是神经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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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图 轴图的外面呢 要包裹一些水壳 就是一些这个 就是一个细胞啊 这是另外一种细胞 这个细胞呢去包裹 包住这个这个电线 包住这个轴图 然后就一直缠绕一直缠绕 好像那个那个膠带啊 一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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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一直绕 绕了很多层以后啊 就把它整个包围起来 那这颗细胞呢 它就不会漏电 它的讯息就能够很 很这个很 很真实的传递给下一颗细胞 那这个随壳形成在大脑里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以这个例子来讲 随壳形成是比较晚的 比较晚才发生的 而它呢 在出生的时候呢 其实只有达到 大概 如果是全 100%的话来讲 它大概只有50% 而是有后面 后面的50% 是随着它出生之后 才逐渐逐渐 我看的是这条灰色的线 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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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有这个随壳的形成 尤其啊 最晚形成的地方 是在我们的前额叶 前额叶呢 是跟我们做决定 还有我们的这个社会行为 还有我们的情绪控制 有关系的地方 也就是说啊 这个小孩子啊 可能情绪比较不好控制 因为他这个随壳还没有好好的形成 尤其是他前额叶 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形成 这小孩子脾气不好 你鼓励鼓励他 你不能骂他 不能什么 因为他就是还没有长到那个地方 那这个大概是要到青少年以后 这个前额叶的随壳 才会逐渐 才会完 才会大概形成 所以小孩子啊 情绪要稳定 大概要到青少年以后 而且会经过一个叫做叛逆期一样 有一段时间就是 他就是很不听 因为那个时候 他大脑还在做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整 除了随壳在行程之外 他的前额叶也在发展 他可以去驾驭 大脑其他的区域的一些活动 但他还没有驾驭成功之前 会有很多的冲突 所以大脑的发育 他不是一次都发育好 他逐渐逐渐发育 这个 和这个生存有关的比较早发育 像呼吸啊 心跳啊 在脑干啊 出生之前就发育好了 可是呢 跟比较高级的功能有关的呢 比较晚才发育好 好 那我们就来简单看一下大脑的发育 大脑的发育呢 有基因的因素跟环境 就是我这边说的早期的经验 共同影响大脑的发育 在婴儿出生的时候呢 至少已经有 哇 一千亿个 有时候我算不太出来 10的11次方是不是一千亿 我每次都要扳手指算看看 如果说错 你指证我一下 至少有10的11次方的神经细胞 已经产生了 而之后呢 之后呢 逐渐逐渐会减少 因为我们其实 有的会被稳定 有的会被移除 那以往我们都相信说 出生之后呢 我们的神经细胞 就不会再增加了 但其实还是会 在你我的大脑里面 这个海马回 就是跟这个学习记忆 还有情绪控制 还有一些内分泌调节 有关的一个区域 叫做海马回 海马回啊 每天都还有神经细胞在产生 但数目并不多 所以 以前我们认为说 神经细胞出生之后 就不再增加 大致上是这样 没错 但是有例外 比如说海马回 还会有细胞再增加 但数量不多 好 基本上 一千亿个神经细胞 之后呢 总量会逐渐逐渐减少 好 那图处呢 就是所谓的神经的连结啊 在婴儿出生的时候啊 其实还没有 还没有完全形成 实际上形成的部分 还 等一下我们有一张图 比例并不是很高 而是 逐渐逐渐在一到三岁 或是零到三岁的过程当中 逐渐逐渐形成 那到高峰期啊 这边说估计 每秒钟啊 有两百万的图处在形成 那小孩子 你不要小看他啊 他即便在睡觉 他大脑活动的这个 大概都比我们强 有两百万的图处 每秒钟在那里形成 当然有形成也有 也有被移除的 在三岁的时候呢 大脑中大概会有一千兆个 就十五次方的这个图处 有的会被稳固呢 有的大概有一半 一半左右会被移除 那这个移除跟稳定呢 就是它是一种选择性的保留 或者是说叫做用尽废退 刺激越多的 活动越多的 会被保留 自己少的 活动少的 会被移除 那这个很有 这个 这个 大概下一次 曹老师讲这个 儿童的这个 语言发展的时候 大家会用到类似的概念 那这边就让曹老师 下一次再跟大家介绍 好 那这张图呢 是在介绍这个 大脑的这个图处的形成 也就是这个 数图集啊 也就是图处的形成 我用这张图来稍微 这个summer 这个总结一下我刚刚说的 在出生之前呢 在形成这个图处 到了 继续在 出生之后继续形成 在这个儿童的时 儿童的这个阶段 继续形成 那到了大概青少年左右啊 这段时间呢 有些呢 就开始 大幅度的被移除 就是该形成的都形成了 那很多 很多这个 会被移除的 就在青少年的这段时间 是一个移除的一个高峰 当然 儿童时期也在移除一些 没有错 但是青少年这段时间 有很多的图处 会被移除 那以normal这条线来讲呢 大概有一半的 一半左右的 会被移除 那 到了成年之后呢 也在逐渐逐渐逐渐 到了老年的时候呢 也有一些会被移除 这是正常的情形 那 这张图上还有一些 不正常的情形 顺便提一下好了 比如说这个 ASD 就是自闭症 这个autism 自闭症 自闭症的小孩子 图数特别多 或他的这个 数图级特别的多 他可能是在 形成的时候 就形成比较多 形成的时候 形成比较多 移除的时候呢 移除的比较少 所以最后会剩下很多的 这个多 多出来的这些 这些这个数图级 所以数图级多 也不见得很好 要多在这个 合适的地方 那另外一种呢 像这个 是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呢 形成的时候 大概还可以 但是要到 这个smart要移除的时候 数图级要移除的时候 大概在青少年的时候呢 他可能被移除的比较多 所以他剩下的比较少 而一般来说 精神分裂症 发病的时间 大概就是在青少年 进入 这个 成年的这段时间 大概就是 少年十五二十十 二十岁左右 是精神分裂症 开始耗发的时间 大概就是这个 spine要被移除 这个图纱要被移除 在这段过程当中 可能受到一些影响 那另外这个AD 是Alzheimer disease 就是这个 阿兹海默 一种的老年痴态症 他正常的 那在这个中年之前 大概还都正常 但是到了比较老年的时候呢 这个数图级呢 就被很大量的被移除 所以到最后这个 神经神经之间的活动就会减 这个接触就会减少 这些神经的活动 以讯息的处理就很 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神经连结 或这个 这个突出的形成 这边说到 形成 稳固或移除 行成 还有稳固或移除 这是一种动态 而且经常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神经系统的所谓可塑性 神经的可塑性 这使得我们有学习记忆 还有适应环境的能力 这个能力呢 中期一生都有 但是呢 在不同的区域 还有随着年龄 可能会逐渐有些改 与维持生命有关的区域呢 像脑干 可塑性比较低 它不能这个一下子这样 一下子那样 它就是从它长好之后 它就维持这样子的一个神经的活动 可塑性比较低 但是大脑的皮层 处于比较高 高层次的一些心智活动 的大脑皮层 可塑性会比较高 所以不同脑区 可塑性不一样 而 跟年龄也有关系 这个婴孩和幼儿的可塑性最高 然后呢 可塑性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逐渐降低 一般来说是这个样子 那大脑中呢 突出形成的这个时程呢 它也随着这个不同的区域 不同的功能区域 不太一样 比方说呢 这个虚线 这个虚线是指啊 这个感觉 比如说视觉、听觉 这些感觉相关的这个区域的 突出形成的高峰呢 大概在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很高了 那大概出生的 出生之后的几个月 大概是前六个月 都是这些感觉 这个突出形成的一个高峰期 那所以 然后就会慢慢慢慢慢慢 这个形成会越来越低 因为这个和这个 听觉、视觉相关的一些讯息的建立 大概 大概在一岁之前呢 大概都已经建立的差不多了 那第二个这个实现呢 是这个跟语言有关的区域 跟语言有关的区域稍微晚一点点 也就是语言的发育呢 比这个听觉、视觉的发育 或者感觉的发育 稍微晚一点点 但是它的发育在 它的高峰期在哪里呢 也差不多在一岁以前 也差不多在一岁以前 然后逐渐逐渐就慢慢慢慢 这个有的会形成 有的会被移除 那逐渐这个行程的这个速率呢 又比较降低 那这条黑的实现呢 最初的这个实现呢 这是指更高层的一些认知功能 特别是在我们前额叶 刚刚说到比较晚 随校比较行程 比较晚的地方 也是前额叶 这个是负责我们比较高的 一些比较高 高级的心智功能的区域 比较晚行程 也比较晚成熟 那它的高峰期更晚 大概是两三岁以后 或者一两岁到两三岁之间 这个高峰期是在比较晚的时候 所以我们这个早期的经验 对于孩子 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 需要什么样的经验 或者是说 我们不要在什么时候呢 剥夺他的经验 比方说如果说这个小孩子 刚出生的时候 我们常常不去抱他 不给他一些视觉 不给他一些听觉 不给他一些这个环境的刺激的时候 如果错过了那个关键期 那后面我们再要去弥补 弥补他的时候 这个可能就比较困难 所以说这个 我们知道它的这个 关键期大概是 基本上就是在零到三岁 基本上 这个scale就零 这边是几月份 这是第一年 这边是第一年的十二个月 然后再来这边是几年 所以大概零到三岁这段时间 大概就是所有的这些 形成的最关键的时期 那错过了这些关键时期呢 后面本身生物的这些 这个突出形成的这个时程 已经逐渐逐渐在下降 这个时候要再去弥补它 比较困难 有一些这个在 当年在罗马尼亚的一些孤儿院的小孩子 后来罗马尼亚从这个 共产党的政权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脱离之后呢 很多的孤儿院小孩子 就送到西欧的国家被领养 那他们就发现 很多在孤儿院的小孩子 在他很小的时候 没有得到很 没有得到很充分的照顾 甚至呢这个 没有给他什么玩具 也没有给他什么样的这个 声音跟什么刺激 那小孩子啊如果是比较晚才被领养的 这些小孩子后来的发展都非常受到受到影响 比较早被领养的 大概几个月大就被领养的 后来可以发展的大概比较正常 比较晚才被领养的呢 就发展就比较不正常 也就是错过了他的一些发展的关键期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点这个 有关早期经验的影响 那我把它分成几个部分 一个是感觉的经验 感觉的经验 我们分成触觉 听觉 视觉 还有呢就是不当的对待 不当的对待呢 我会把它 简单来讲就是 不该有而有的 小孩子本来不该有 不该有这个东西的 但是呢 我们却接触到这个东西 另外就是该有而没有的 好 那 希望我们能够避免这些不该有而有 而 把该有 都要给孩子 好 触觉呢 在这个 受益两个月以后啊 大概八周大的这个胎儿 他们的皮肤上面呢 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触觉的接受器 尤其是在嘴巴附近 触觉的接受器 在皮肤上就逐渐逐渐的形成 但是要大概到五个半月左右 这些接受器跟大脑才连在一起 那时候大脑还没有发育好 皮肤上面接受器是皮肤的部分 大脑还在发育 到大概五个月五个半月之后 大脑的所谓体感觉皮层 就是接受触觉痛觉的这个皮层 才开始接受 从体表来的一些感觉讯息 到了大概七个月左右的胎儿呢 这个有证据显示 他们应该是可以知道痛 已经可以知道感觉了 已经知道痛了 所以这个触觉呢 是所有感觉当中最早发育的部分 而且它也非常重要 除了这个胎儿体内 胎儿在子宫里面 就有一些触觉的这些经验 出生之后呢 这个婴儿也非常喜欢的 喜欢触摸 也喜欢被触摸 那这个 有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的实验呢 就是把这个猴子啊 小猴子跟他妈妈分开以后 让他去选择两个假的妈妈 一个妈妈是用这个 这个像毛巾去包裹 比较像是这个猴子的这个皮肤 皮毛的这种感觉触觉 另外一个妈妈呢 是这个铁笼子 就是只有这个铁 铁丝 那有铁丝的妈妈呢 有奶瓶 这个没有铁丝的妈妈 这个布包的妈妈没有奶瓶 那小猴子选哪一个 他选那个啊 触感比较好的 就是这个 他会去找这个 这个 这个 触感 比较接近他自己 比较接近他真正妈妈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假的妈妈 那 即便有奶瓶啊 所以这个不是啊 不是说啊 这个有奶就是娘啊 不一定啊 要有 触摸跟被触摸 那这些小猴子啊 将来长大啊 哎呀真是可惜 真是 他们这个 会有一些不正常的行为 攻击行为 或者是自闭 或者是一些 反社会的一些 猴子的行为 所以说 早期的触觉经验啊 对日后的情绪 跟社会行为的发展 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不要吝惜去抱小孩 不要吝惜去给小孩子 呵护跟这个拥抱 小孩子喜欢触摸 也喜欢被触摸 好 那 听觉呢 听觉呢大概在 五个月大左右 会对声音有反应 所以听觉的这个 建立呢大概在五个月左右 我说胎儿啊 就开始有反应 在出生之前呢 胎儿大概可以分辨 什么是音乐 还有妈妈的心跳 甚至是大人说话 这些不同的 我觉得他们有不同的韵律 不同的声音 这个频率 他们就能够分辨 那出生之后呢 如果妈妈是常常 跟小孩子说话 有一个研究报告显示啊 他说每天 经常对婴儿说话 当这些孩子 两岁大的时候 比起同年龄的小孩 就是同年龄 但是妈妈没有常常说话 会多汇好几百个单字 那但是呢 这些东西如果是从电视听来的 或者大人之间彼此的对话 帮助不大 也就是说 你需要跟他的face to face 你需要对他说话 这个效果比较大 你把它放在那个 听电视说话 听收音机 或大人彼此说话 把它放旁边 效果不大 你要对他说话 那视觉 视觉这边我就不再多提啊 我觉得视觉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感官 当然 没有视力呢 也就没办法好好学习 那视力的情形啊 在很年幼的时候 如果来得及做矫正的话 他还有机会 能够被矫正回来 或是治疗回来 那如果没有做矫正的话呢 不仅是剥夺孩子啊 看清楚这世界的权利 也是剥夺了 影响到他们最后 将来对这个 学习认知 还有社会发展 的一个这个机会 所以对孩子的视力 要做父母亲的 需要注意孩子的视力 他常常在眯眼睛的时候 可能就是在看 可能就是在 比较费力在看的时候 大概需要注意一下 他的这个视力的情形 好 那给孩子 丰富的感官经验 这是对这个 我想对大家的一个 一个这个 由衷的一个建议啊 要给孩子丰富的感官经验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妈妈能够亲自喂奶 台湾有六大这个医学会 联合发展一个声明 在民国97年的时候 他说要支持 协助妈妈 纯母乳捕育到六个月 之后呢 可以适当的加一些副食品 然后能够哺乳到一到两岁 那这边有一个统计啊 他说2004年台湾统计 他说能够完全喂母乳到六个月的 大概是13% 而美国呢 也是差不多13% 但是呢 瑞典呢 可以达到72% 那我觉得最 让人觉得比较 比较这个 这个 心寒的是啊 台湾的婴孩 有42%的婴孩啊 从来都没有喝过母奶 那也就剥夺了他 我觉得喂母奶的时候呢 剥夺了他的这个触觉 还有这个听觉 嗅觉 视觉 各种的感觉 除了母奶本身的营养成分之外 我觉得在喂母奶的时候 这些触觉的经验 嗅觉的经验 听觉的经验 你在对孩子说话的声音 以及孩子能够看得到你 因为那个时候的婴儿啊 大概只有几 八个inch 大概只有二三十公分的视力范围啊 也就是你抱着他的时候 他大概就能够看清楚你的 那个视力范围 那就是他能够看的范围 那你丢给他一个奶瓶 叫他自己喝 他看奶瓶 蛮可惜的 剥夺了孩子这个 获得丰富感官经验的机会 非常可惜 所以这边我觉得也是 支持妈妈喂母奶 味道至少 其实六个月还算 六个月 六个月是这样子 那个 婴儿的这个 婴儿的肠胃道 他们可以吸收 这个大分子的蛋白质 比如说妈妈来的一些免疫球蛋白 因为他们肠胃道还没有发展得很完善 他们可以吸收大分子的蛋白质 所以他们可以从母奶 得到一些免疫球蛋白 来做一些免疫的功能 随着孩子慢慢慢慢的发展 到了大概六个月大以后 他们的肠胃道 就逐渐开始不能够吸收大分子的蛋白质 他们会把大分子的蛋白质 像免疫球蛋白 消化成为一些这个氨基酸 再吸收 对他来说 那个时候的免疫球蛋白 已经不再提供这个 它的免疫功能 但是 这个母奶 或者喂母奶 不止只有这个 提供免疫功能的这个作用 它还提供了很多 我觉得这边讲的 丰富的感官经验 所以不要因为说 好像这个小孩子 不能够再吸收免疫球蛋白 那就够了 这个继续能够哺乳 甚至再添加一些副食品 到一两岁 这个是 这个是对孩子的发展是更好的 好 这个是我们家的小朋友 给他一些丰富的感官经验 比如说呢 大家去摸摸动物啊 这个去吃吃土啊 给他们丰富的感官经验 好 那接下来要讲一讲这个 不当的对待 不当的对待 就是不该有而有的 比方说什么呢 一些化学因子 这个真是令人非常的忧心啊 酒精啊 药物啊 重金属啊 还有这个最近比较热门的那个 环境荷尔蒙 塑化剂啊 这些对这个孩子啊 都会有一些影响 这些属于不该有的啦 最好不要有啊 那最近一期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 这个 National Institute of Drug Abuse 今年五月份的一个报告 他说啊 这个 在美国这些怀孕的妈妈们呢 把她按照年龄来分 这些年龄来分成之后呢 他们在怀孕过程当中 接触到 比如说香烟 cigarette 香烟 酒精 酒精有两种啊 一种是喝酒 一种是那个 狂瘾 就是在那个 狂欢 狂瘾 另外就是一些非法的药物 一些这个 这个 安非他命啊 或者是 一些这个药物 在这个 十五到十七岁就怀孕的 这些妈妈们啊 这比例相当高啊 这高到啊 你看 使用药物的比例 百分之十五 阿克火百分之十五 抽烟的百分之二十 这个非常高 十八到二十五岁 比较早怀孕的妈妈 就是他是把它按照年龄来分啊 这个 比例都蛮高的 但是即便是比较 比较这个 年龄稍微大一点的 他可能不会去吸食这些 这些药物 但是喝酒的 抽烟的 还是有一定的比例 大概是百分之十左右 所以整个平均起来啊 这些大概都有百分之十以上的 这些妈妈们 在怀孕的时候 喝酒啊 抽烟啊 这个确实都是不好的 这个有一个 这个Function MRI的一个照片 他说这个 如果说 这个小孩子啊 到了青少年的时候 去做这个大脑的这个 这个扫描 他自己本身 这个小孩子自己本身 在妈妈这个 这个 妈妈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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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怀孕过程当中 妈妈就是喝酒的啦 抽烟的啦 是属于这种 你看他大脑皮层啊 跟这边比起来 薄耶 比较薄耶 看不看得清楚 他经常说 这个比较薄啊 大脑皮层比较薄 那这个地方是蚊状体 Striaten 蚊状体的 Caudate nuclear 就是这个胃盒 这里 也比较小 这跟他的运动控制 跟他一些这个认知功能有关的 这个 蚊状体 比较小 所以这个 妈妈 在这个 怀孕的过程当中 喝酒 他说他 这个报告还说啊 这个有加成性 你又喝酒又抽烟 又服用药物的 这个小孩子的这个 这个大脑发育最糟糕 那这个 这个 这个都需要注意 所以我们不希望给孩子 这个造成一些这个 这个 这个就输在起跑点 这个 妈妈们就要注意 不要有这些 盡量能够远离这些东西 不只自己不要抽烟 也远离二手烟 那这个是酒精 胎儿酒精症候群 就是 Fetal alcohol syndrome 这个小孩子啊 生出来的这个小孩子 嗯 这小孩子的脸部很奇怪啊 你注意看他的脸 他的脸部 他没有人中 人中 人中是什么 鼻子下面这个 人中 他没有人中 他人中非常的浅 这小孩子的脸 基本上是比较扁的 而且他这个脸上 几乎是没有人中 鼻子也比较扁 这个 这个脸颊骨也比较扁 人中 所以他这个影响 不只是影响到他大脑的发育也好 这个 体重 就比较轻啊 但是脸上都会出现一些异常 这个在动物时间上 也可以看得到 如果给老鼠 我今天没有放那张照片 给老鼠这个酒精 老鼠的脸也会出现这个脸部的异常 那这些小孩子呢 有可能会发点尖 这个运动控制不好 这个社会行为不好 学习有障碍 语言的这个领 语言 语言比较差 然后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这个过动啦 不能专注啦 这个很冲动啦 等等等 有许多这些 这些情形 那 这关于 Fetal alcohol syndrome 大概从1960年代之后 已经有 至少有50年的研究 那 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说 知道他会有这个后果 我们就希望提醒大家 不要 不要喝酒 怀孕的时候不要喝酒 但也许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 这个 这个是我自己 我们实验室做的一些研究 这个 有的妈妈们啊 大概10到15的妈妈们 会有这个 怀孕的孕妇会有所谓的产前忧郁症 她们到了 大概怀孕比较接近中后期的时候呢 她们会觉得恐慌 可能呢 就是这个 可能本身怀孕就没有准备好 所以到了怀孕 到了中期之后啊 已经来不及做人工流产了 而且呢 这个马上这个胎儿可能 再过几个月就要出生了 这妈妈就会恐慌 恐慌呢 吃不下饭 吃不下饭呢 胎儿的发展就会受影响 因为营养不良 有一些妈妈会去求助 这个药物 比方说抗忧郁的药物 那我这边不要讲哪一个药物啦 这就是我做实验的那个药 它是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比较安全的 这个药物 那我们就把这个药物呢 这个给小老鼠 打在小老鼠身上 在小老鼠出生的 小老鼠出生的第一周 那因为小老鼠跟人呢 这个发育的时程不一样 小老鼠相当于 人的早产儿 所以小老鼠的第一周 是相当于人的 大概第七 第八 第九个月 第三个trimester 所以我们就模拟说 如果这个妈妈是在小的这个 这个怀孕的晚期开始吃抗忧郁的药物 可不可能对于这个胎儿产生一些影响 那我们就用老鼠来试试看 这个小老鼠啊 把它放在一个热的板子上面 它一般来说呢 它在上面待的时间不会超过二十秒 因为它会觉得烫啊 它就会收它的后腿 它就会舔它的后腿 我们就赶快把它拿走 知道它已经告诉我说它觉得痛了 它觉得烫了 这些小时候接触过抗忧郁药物的老鼠啊 可以在日本上待的时间长很多 甚至有些老鼠啊 一分钟之后 一分钟它都没有觉得烫 我赶快把它拿走 你再不拿走 它的脚就会烫 受伤了 所以这些小老鼠 它对痛觉的反应不敏感 人也是这样 有一些研究报告说 妈妈吃抗忧郁的药物 小孩子对痛觉的反应不敏感 我们在老鼠身上看到一样的事情 那这个小老鼠呢 它的奇感觉皮层 应该要形成很多这些像香菇头一样的 这些SPIN 这些素土籍啊 在给药的老鼠身上啊 变少 而且呢 形状比较奇怪 长得比较长 比较接近那种 刚刚还没有形成成熟的 那种素土籍的形状 所以这个抗忧郁的药物啊 对妈妈来说是抗忧郁 但对小孩子来说 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 这个药物 这个药物 并没有被 加上这个警告 别的药物可能有 但这个药物没有 所以这个抗忧郁的药物 如果真的要吃的时候 必须考虑 它对自己的影响 还要考虑对胎儿的影响 好 那这个例子啊 是说啊 这个 这个 双分A 这个双分A Bispinol A 双分A 双分A 就是PC塑胶里面的塑化剂啊 这是今年的一篇 PNS的一篇报告 它说啊 这个母老鼠在怀孕的时候 如果接触到双分A 它生下来的小老鼠 尤其是公鼠 这个公鼠呢 长大之后呢 你让它啊 去跟母 让母老鼠来选择 让母老鼠去选择 它要跟哪一只公鼠 这个要好 结果呢 这个是母老鼠跟公老鼠 nose to nose contact 就是鼻子对鼻子 接触的时间 正常的老鼠呢 就是没有 接触双分A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老鼠呢 会有这么多的接触时间 可是呢 接触双分A 就是双分A 接触的这个 妈妈 生出来的公鼠 这个母老鼠不喜欢耶 母老鼠对它这个 欸 对它不感兴趣啊 然后这个Science Daily 马上就写了一篇文章 它说啊 这个老鼠啊 有一种叫做去雄性化的一种现象 这个我们在这个报章上 是也看到说什么 什么女性化 什么女性化 它是叫做去雄性化 它只是 母老鼠对它比较不感兴趣 它是 它是这个 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来 A就是我们常常用到的那些 塑胶器皿里面会有双分A 那在有一些的这个 国家 对于婴儿用品 绝对不可以有这个 双分A的这个溶出 这个是 因为它是一种 它是一种环境荷尔蒙 对于这个 发育 有很大的影响 那刚刚说这个不该有而有的 那还有一些不该有而有的什么 噪音 噪音啊 辐射线啊 这个最近比较热门的是 这个日本这个核电厂 武导核电厂之后 很多人就说 怕辐射线啊 就要去成功流产 但事实上 辐射线对这个影响 是存在 但它需要非常非常高的剂量 高到什么剂量呢 拍大概 这个最高剂量的 腹部X光 大概二三十倍 的剂量 才会对胎儿造成影响 所以这个不需要太恐慌了 因为我们平常所接触到的 这个辐射线 对胎儿的影响 其实没有那么 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是没有 那另外还有一些生理性的因子 比如说感染 感染很重 感染很感染非常的特别 比如说德国麻疹 以前的人 我们都不知道德国麻疹 德国麻疹 现在知道如果说 妈妈得德国麻疹 那现在没有 因为台湾没有德国麻疹 因为我们都打 那个三合一疫苗嘛 那德国麻疹大概会出现在 最近这几年 大概就是个位数 就是一些那个外配 可能会有德国麻疹 德国麻疹如果被检验出来的话 如果是早期 在第一个trimester 被检查出 如果有德国麻疹的话 医生会说 希望做人工流产 因为德国麻疹 会影响到胎儿 可能会变成失明 或是失聪 大脑的发育 会非常非常受到影响 那也有可能会这个 这个低 低智商 所以 如果有德国麻疹 或者是说这样子 这个 因为德国麻疹跟麻疹不一样 麻疹得过一次 就不会再得 德国麻疹有可能会得第二次 所以如果决定要怀孕的话 去验一下有没有德国麻疹的抗体 如果没有的话打一个预防针 预防自己得到德国麻疹 以免德国麻疹影响到胎儿的发育 那除了德国麻疹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像这个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感冒 最近我们也是读到一些文献 就说到流行性感冒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病毒感染 这些感染 除了是这个 这个病原体本身啊 它会之外 它会去引发 妈妈的一些免疫反应 那妈妈的免疫反应呢 会透过胎盘 进到孩子的这个 发育中的大脑 而影响大脑的发育 所以这个感染 确实是一个 会增加一些将来 产生这个精神分裂症 等等的这个几率 会比较高一点 会就是有 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报道 那另外压力啊 压力会影响到这个孩子 将来面对压力的一些反应 还有暴力 暴力也就是像家暴 家暴会影响孩子的这个 大脑发育 这个一定会有的 然后举一两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是老鼠的实验 他啊 这个给这个怀孕母老鼠 最后一周 老鼠怀孕三个礼拜而已啊 只有二十一天 所以大概是 最后一周 大概就是十五天左右 十五天以后 他说每天三次 每次四十五分钟 把怀孕的是Rat 不是Mouse Rat很大只 Rat Rat 他有这么大一只 他有这么大一只 Rat 把他塞到一个直径6.4公分的管子里面 那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压力 你把他塞进 六公分很小欸 而且他肚子又大大的 把他塞到管子里面 每天塞三次 同时施语强光照射 这个老鼠就是这样 那生出来的小老鼠的海马回的神经细胞 的发育啊 这个是压力的 的发育是不正常的 正常的这个发育是 从小慢慢长大嘛 那这个压力组的老鼠 老鼠的这个神经发育的成熟 是这个 是这个被受 被影响的 甚至是大概就是发育不好 好 那这个 就是今年的这个 就是上个月 就是上个月的 Journal Neural Science 那这篇报告 这是另外一篇 也是上个月的神经科学大师一篇报告 他说呢给这个母老鼠 这是另外一种的压力 另外一种压力 他说是在第一周 就是怀孕的很早期的时候 给这个母老鼠 他说很多种轻微的压力 轻度的压力 你觉得是不是轻度 他说连续光照 36小时 然后呢给他狐狸的味道 15分钟 给他怪声音 给他怪物体 在他的窝里面放一些怪的东西 常搬家 一天到晚给他换那个 换那个 那个 他的那个 他的窝 而且呢把那个电量弄湿 这样一个礼拜 这一个礼拜以后啊 这些母老鼠 生出来的小老鼠里面的公老鼠 就有这种去雄性化的现象 而这个现象啊 会遗传给他的后代 这个是蛮特别的 就是对 我再讲一次啊 学校我再讲一次嘛 对于妈妈做的一些处理 影响到他的后代 他的孙子 是他的第二代 是这个F2 这些公老鼠 第二代 这些去雄性化的公鼠 当然他还是能够有繁殖能力啦 他们的子代 第二代的公鼠 也有这个去雄性化的现象 怎么说呢 看那个公老鼠的肛门跟生殖器的距离 正常的公老鼠的距离比较长 这些老鼠的距离比较短 就是肛门跟生殖器的距离比较短 高丸的重量 比较轻 比较轻 那给这个老鼠一些这个压力 把他尾巴吊起来 看他挣扎的情形 那他不是看挣扎 他是看他不挣扎 这个叫immobility 就是不挣扎 把老鼠的尾巴吊起来 公老鼠呢 一般来说都蛮会挣扎的啦 所以他不挣扎的时间比较短 这些 比较去雄性化的老鼠呢 他挣扎时间很长 不挣扎的时间很长 跟母老鼠很接近啊 这边是母老鼠 这边是这一类的公老鼠 就是说这个是第二代的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会遗传啊 很特别啊 DNA的序列没有改变 但是有一些环境因素 会改变DNA的一些表达的能力 这叫做epigenetics 就是DNA序列没有改变 但是一些环境因素 会影响DNA的一些表达 基因表达 表达或不表达 他该表达的时候 没表达 该表达的时候呢 他比较早 或者比较晚 而这个东西会遗传 这个 最近这几年才 慢慢慢慢被大家 找到的一些现象 就是说DNA序列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不是说 我们把基因解码完之后 就没事了 基因解码完之后 还要去看哪些东西 会影响基因的表达 而影响基因表达 这些环境因素 所造成所留下来的痕迹 这个痕迹会遗传 有这个遗传的这个现象 所以这个 这个跨 跨时代 叫做second generation 至少是第二代的这个 压力造成的影响会隔代 不是隔代 会影响他的下一代 影响他的下一代 跟下一代的下一代 这个是压力 当然不止压力 还有很多其他环境的因素 我觉得这个是 蠻值得我们警惕的 好 这个是家暴 这个 这个叫做创伤后症后群 这个小孩子 比较可怜 他 十一 十一岁大 他的大脑 的这个 扫描 跟正常的小孩子 你看他的脑势 脑势 脑势明显的是变大 那脑势变大 也暗示他大脑变小 你整个大脑 外头是大脑皮层 跟灰脂跟白脂 中间是脑势 脑势变大 表示他的这个大脑 大脑的这个体积是变小的 好 这是一个影响到这个大脑的这个 这个 大脑的结构 好 那刚刚是说到这个 不该有而有的啦 那最后我来讲一点的是这个 该有而没有的 就说这个小孩子发展当中 应该给他一个什么东西 可是 不见得我们能够给的很 给的很合适 比如说 营养 现在我们大家 比较没有营养的这个 所以热量大概都够 但是呢 蛋白质 够不够 蛋白质也许够 维生素够不够 比如说叶酸 叶酸 叶酸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叶酸缺乏的人 的这个 的这个孕妇 这小孩子 可能他的神经管就不能闭合 这很早的发育当中啊 甚至这个时候还不晓得自己怀孕了 所以最好这个怀孕是有计划的怀孕 先补充好这个 每天都要吃维他命 那个Prenatal的那个维他命 从怀孕之前就要开始吃 之前就要吃这个 怀孕的这个维他命 一直吃 然后 这个等到身体面的这个 累积的这个 这个 营养素 能够足够 不只自己用 还要给孩子用 维生素 矿物质 比如说铁质 铁质缺乏的小孩也会失智 也会有这个 也会有跟这个 大脑发育有关系 缺铁 缺铁的小孩 那另外呢 还有一些就是 刚刚说感官的刺激 感官的刺激啊 如果没有给他感官的刺激 该有而没有的 如果没有给他合适的感官刺激 他的这个发展 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这个是我们实验室做的一个实验 就是把这个老鼠啊 你看得见吗 他的那个 脸上的那个小小的毛 有没有看得见吗 这个小小的毛啊 大概只有两公里啊 两个mm的毛啊 他刚出生的时候把它剪掉 把脸上的毛剪掉 但是不破坏神经 也不去伤害他 也没有任何伤口 就只是把毛剪掉 那个两公里的小毛把它剪掉 剪掉之后呢 连续剪三天啦 之后就让它长回来 所以老鼠呢 毛会继续长 长到跟原来一样长 等到原来一样长之后呢 这些老鼠呢 触觉并没有恢复耶 这老鼠的触觉有问题 那我们再去解剖 它们的这个体感觉皮层 跟触觉有关的区域 就发现它的 长出一大堆奇奇怪怪的突出的那个 这个正常的速途集是这种 我刚刚讲过那个香菇头 有没有香菇头 一直看到香菇头 这种都是正常的 这边长出一些奇奇怪怪的 这两三根香菇 这两三个头 一二三三个头 这也长得很奇怪的这些 这些速途集 这些跟它的这个功能呢 可能都有一些问题 所以它好像比较多 你们觉得好像比较多 比较多的可能性啊 是它该移除的没有移除 它该移除的没有移除 后来这个老鼠继续长大 我们过了两个月之后再观察 结果它的情形是 速逐集变得少很多 原来啊 这些没有移除的里面 并不是都有功能的 它只是该移除的没有移除 真正有功能的被留下来的 反而是变少 所以这个虽然只有 剪除胡须 却影响到它的这个 大脑皮层的这个 神经的形态 而且这个老鼠也有 有过动的情形 老鼠有过动的情形 老鼠的这个 social interaction 跟别的老鼠互动也有问题 所以这个 这个跟感觉可能有关系 就是说当它感觉 比较不好的时候 它 这个 跟别的老鼠互动的时候 它可能需要多去 或是 多去 跟别的老鼠互动 那过动 会增加 就变得比较过动 那这个影响到它后面很多行为 那这个呢 是一个 这是一个 大概 将近十年前的一个照片 好像没有电 谢谢 谢谢 这是声音大很多 可以吗 那这个是一个 多重感官剥夺的一个小孩子的脑 一样三岁大 一样三岁大 三岁小孩子的脑 可以长到这样子 至少大小这么大 这个小孩子脑明显小很多 脑室很大 大脑皮层 的厚度 变薄 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 多重感觉剥夺的一个小孩子的脑 那另外还有一些 该有而没有的 比如说 依父关系 比如说父母亲跟孩子 建立一些这个 孩子跟父母亲 或者跟一些大人 建立依父的关系 attachment 当依父关系 该有而没有的话 这些小孩子长大的 可能会容易感到压力 它是指的是 对压力的敏感性增加 一般人都觉得没什么 他都觉得很有压力 你觉得这个事情好像OK 这不怎么样 都会觉得好难 好难以承受 对压力的敏感性增加 小时候啊 这个没有跟大人 建立很好的这个 依父关系 或是亲子关系 那他有可能将来会 过度的依赖 或自我封闭 这两个极端 要不就是过度依赖 或者是自我封闭 而他们对于情绪的控制 也会比较不成熟 也会比较不成熟 所以跟孩子 需要建立 让孩子 让孩子跟你建立一个 很好的依父关系 好 那最后啊 这个 我用一篇 这个是2008年 在Nature的一篇文章 在英国呢 做了一个这个 这个 对于未来二十年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 它叫做Mental Wealth Wealth 財富啊 就是你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个 这个心智 或是这个 智能的一个资产 他完全是用那种 经济学的角度 他说啊这个 甚至叫做Mental Capital 就是你的 你的这个Mental的资本啊 如果说你的国家要发展的话 要繁荣经济的话 繁荣你的经济 跟社会的话 要去注意啊 这个 你要把你的资本 投资在这个 这个心智功能上面 那这个图就是说啊 这个小孩一个人一生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心智的资本 差不多到了中年 对不起 从他70年过后啊 他大概就会再往走下坡 而这个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东西 叫做压力 压力会把一个人的这个资本 逐渐往下压 在英国啊 这个报告继续说 他说在英国 一年当中 光是跟忧郁症有关的 请假的 还有造成一些职业上的伤害 这些东西啊 大概超过 亿 那是 五十亿欧元 我不知道我这个 这个数字的那个 算法是不是对 五十亿欧元的这个 经济损失 跟忧郁有关 光光在英国 那我想这台湾的影响 应该也不会 也不会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那就是压力 压力会把我们这个人压垮 那这边所提到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有一些上升的 有一些上升的 这个大概就是在小时候 在他 好这个 这个 青少年之前 有一些可以把它 往上拉的 拉上来的 他说像是比较好的 父母亲的照顾 然后这个 一些很好的 一些环境的经验 会把它往上拉 也就是说 当它往上拉 让它变得比较强 后面的压力会压下来 可是这个压力压不垮它 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要锻炼 我们的大脑也要锻炼 这个大脑锻炼 还不是后来啊 后来去学一些 很多很多的东西啊 学很多很多的才艺 很多很多的这些 不只是这样子 当然那个应该有好处 没有错 很重要的是在更早的时候 零到三岁的时候 给他一些很好的 环境的一些经验 给他一些环境的刺激 好好照顾他 爱他 这个呢 就把他整个人的 这个心智资本提高 对于国家社会 都有很重要的这个贡献 好 那最后呢 我说几件有益的事啊 那几个事情 蛮 蛮 这个 用我们家的例子啊 这个 有计划的怀孕 当你要有孩子的时候呢 这个怀孕是有计划的 全世界的怀孕 有一半是没有计划的 有一半的怀孕是这个 on plan 就是怀孕了 虽然没有准备好 那 有计划的怀孕 包括你要远离一些 烟酒药物 避免感染 你要补充营养 另外你要做好准备 保持心情的愉快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生了孩子 你要普遇母乳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以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呢 呼吁啊 这个 支持纯母乳 普遇六个月以上 而且继续普遇到 两岁 两岁耶 两岁或两岁以上 它是指全世界啦 那很多工业化国家 大概做不到 但是美国呢 他会说啊 至少喂到一岁 一岁以后呢 这个双方想喂多久 就喂多久 好 那尽力亲密的亲子关系 常常抱他 跟他说话 给孩子机会的鼓励 因为这些机会的鼓励 可以让他的这个神经在形成突出的时候啊 能够专注在这些 能够不用去花力气去想要生存 他可以专注在学习 专注在一些发展的这个 神经的资源上面 让孩子在安全平静的环境上 成长跟学习 另外呢 就是给孩子 丰富的感官及社交经验 那这边呢 我只是举几个例子啦 比如说我们给孩子 音乐跟节奏 让孩子呢 接触自然环境 跟动物植物 这个 最近不是有一个 那个报道说 看海绵宝宝 卡通会让孩子变笨 我非常同意 我也不希望小孩子 主要是 他那个东西是不存在的 小孩子去接触一些不存在 他搞不清楚 这个真的还是假的 再加上他的一些 那个动物 那些很幼稚 有人喜欢啦 我知道 我儿子就蛮喜欢 我常常说 你还不如去玩玩沙 玩玩这个 接触大自然 动物植物 兄弟姐妹 我有三个小孩 这三个 他们彼此之间就做同伴 常常一起玩耍 和谐的家庭气氛 让这孩子有夫妇的 感官跟社交的经验 好 事情上说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是苦苦干 常常喜乐 我们这个生活 就会更丰富 好 那谢谢大家 好 这个非常谢谢一个很好的爸爸给了一个很精彩的演讲 好 那刚刚听完最后一段 我就觉得就是说 这个政府的五年五百亿给的太晚了 那其实投资在我们身上 还不如投资在那个早期 那个capital的 那个cognitive capital 比较有效的时候 就说 就应该要投资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这个 我想李教授可以接受一些问题 那各位就说 因为根据上次的经验 想问问题的人很多 所以尽量把你的问题想清楚 就是说能够简短 那同时呢 就是说每个人先有一个问题 因为有很多人想要问 那如果说有更多的问题 你可能要等大家问完以后 你再问第二个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开放这个问题的提出来 后面有麦克风会拿给你 谢谢 谢谢 我讲李教授 你对这个口味生产跟自然生产 这个对婴儿大脑的天生影响 是怎么样的 说明一下 这样好不好 好 谢谢 这个 这个在今天要来做报告之前 蓝老师就跟我说 可以回答就回答 不是我专业 我的能力能够回答的问题呢 我们就会说 这个需要找专业的医生 专业的 像是妇产科 小儿科 或是精神科的医生 那对于这个副妇产跟自然产 我说动物实验 我们有接触过一些动物实验 那个动物实验呢 就是把这个小老鼠啊 在他要出生的那一天 我们都可以估计他21天要生嘛 所以他出生的21天 那一天呢 就把他从母亲的肚子里面拿出来 等于说就是剖腹产 但是剖腹产的这个小老鼠啊 也是会长大 因为他剖腹产之后呢 就给他另外一只母老鼠喂奶 也是会长大 但是 这个海马回的神经细胞的发育 跟正常的小老鼠不一样 它比较慢 所以对这个 这个 以老鼠的实验来讲 剖腹产对于神经系统的发育 是比较迟缓的 那人的话呢我不知道 人的话就是要请教 剖腹产科或小儿科医生 谢谢 稍微补充一点点 就是说那个 也是动物实验 那个小动物生下来以后 其实那个妈妈跟胎儿之间 会建立一些就是说 parent child bonding的关系 就是说 会有一些就是说连结 就是说这个 彼此的感情 那这个感情的建立 它取决一种基数叫做ocytocin 这个子宫收缩素 那这个子宫收缩素 通常是在这个胎儿 就是说生产的时候 经过产道的时候 它会分泌 那而这个 这个基数的分泌 对于妈妈和小孩 建立这个亲子关系 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正面的影响 那如果说你用剖腹产的话 就失去了这个机会 那这只是从动物身上的实验 那同样的人类是不是也是同样的状况 这个也可能要专家才知道 好 李教授你好 我本身是一个精神科医师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您提到在抗忧郁剂的这个事情 那我们知道说在临床上面 我们有一些药物经过美国FDA 证据它是C级或是D级 像克油果是叫SAT 你刚刚其实右上角你打得很清楚 你打的是Prozac 那我比较好奇的讲问的 就是说 因为这涉及到BDNF这个问题 那我比较请教人说 因为你刚刚报告 我相信在我们现在在鼓励生产的时代里面 有很多妇女又会有忧郁症 那你这个要 会给人家一个很大的impact 我想请问的第一个就是 那是什么原因 您这里面探讨的它是影响到什么 那我第二个讲解 因为我们很多的概念是认为 抗忧郁剂是对我们脑里面很重要的 BDNF脑滋养因子是有正面的 但是你现在讲的对胎儿 那是不是一个short turn的问题 还是long turn看起来并不是这样 谢谢 对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即便是在很多人的一些 临床的一些资料里面 所做的一些整理的一些报告里面 他们会结论是说 这个用还是不用呢 是要评估风险 以及利弊得失之后 才做决定 如果用对妈妈好 而这个好会影响对 因为妈妈如果说 这个没有用药的话 可能吃不下 营养不良 这对胎儿的影响会更差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呢 这个评估利弊得失之后呢 这个结果可能还是会给药 但是给药的剂量也好 给药物种类的选择也好 这可能需要做一些考虑 有些药物 像那个PEXL 那个是比较 也是要SSRI 但是那个对于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比较大 所以那个会有警告 但是这个Project是没有 那 经过什么样的机制 这个事实上是这样子 这个据我所知 当然我才数学前也知道很有限 很多药物在这个Proof上市之前 所做的临床实验 它是排除掉孕妇小孩跟老人 所以当这些药物在Proof上市之前 所做的临床实验 说它没有副作用 或它没有什么作用的时候 基本上那是成年人 一般的成年人 但是对于孕妇如何 对于小孩如何 对于老人如何 因为它有很多很多影响因子 所以这会使得这个药物的评估 出现很多其他的这些 评估上面的一些困难 那很多事情是之后 才这个当案例累积累积累积 之后才会发现说 原来这个药物 确实是有一些的影响 那不然我相信这个抗优育的药物 影响到这个大脑的滋氧因子 这个是绝对是这个样子 那会使得这个滋氧因子增加 那滋氧因子增加 那滋氧因子增加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也有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手段 比如运动 运动也会使得BDM增加 那所以这个或者是 这个其他的一些 一些这个别的因素也会使得 BDM增加 那为什么会影响到胎儿呢 有一个可能性啊 就是说这些抗优育的药物 除了影响BDM之外 它直接的对象就是这个 Sheratonin 就是血清张力素 那血清张力素在大脑里面 在发育的过程当中 对于发育中的神经系统 是扮演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 包括刚刚说到的 细胞的迁移 Sher migration 还有它长出这些neurine 在某些脑区 血清张力素会促进神经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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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个 这个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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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脑倒水管附近的灰質去影響到這個痛絕接受的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當中血腥漿路在這邊有扮演一些角色 所以有可能是這個藥物透過胎盤 我說老鼠的這個 老鼠是直接打個打個老鼠 但人的話有可能是這個藥物透過胎盤 進到這個發育中的這個這個胎兒的身體裡面 那會影響到這個胎兒身體裡面的這個血腥漿路的一些這個發育上面的一些 那有一些是短期的 像有一些例子像媽媽吃抗瘀的藥物 小孩子會出現一些症狀 一兩個禮拜之後就沒有了 那個是short turn 那個是withdrawal 有點像是藥物的那個戒那個煙癮的那個脫癮症候群 那個是很短兩個禮拜就沒有了 那有一些會影響到比較長 去年的醫院報告說這個媽媽吃抗瘀的藥物 有可能會影響到小孩子什麼時候會走路 晚了大概快一個月 就是小孩子走路的時間 那小孩子走路時間 像我自己小孩子有的11個月會走路 我的女兒到現在13個月還不會走路 那這個這個這個走路不走路 這個這個自動都會走路啦 這個大概影響不是很大 那我想這個就是在考慮這個利弊得失之後 給或不給這個都可以 謝謝 不好意思 李教授請教因為您做那個百憂姐 像多巴胺跟對於那個神經元他們 是不是可以稍微提一下 你剛才講到的血清張力術 我比較懂的是動物實驗啦 對於人的話 我覺得是不知道人 我真的不知道人的多巴胺系統是什麼時候建立的 在動物的話大概是出生之前 出生之前建立 那有一個報告就是說 這個給母老鼠蛋白質的這個缺乏的時候 影響不良的時候 這個小老鼠多巴胺的系統 建立上就出現問題 所以這個是一種 比較在出生之前的時候 就開始影響到大腦的一個發育 那 百憂姐這邊她好像 我把她講出來了 不好意思 她影響比較大的 還是這個血清張力術的系統 多巴胺的部分我比較 比較 比較少接觸 不好意思 謝謝 對不起 剛才那個教授提到水俏 那隨著 看著那個曲線 隨著年齡的一些成長 好像那個 她是好像往成長的方向去走 是不是變厚變粗 那這個對大腦的成長 人的心智的影響 這個層面是什麼 可不可以多說一點 謝謝 那問題好難喔 越來越難 生物學上面來說 那個隨俏是跟絕緣 也就是說 神經的這個傳導的速度有關係 如果說這個 隨俏沒有發育好的時候 神經的傳導的速度是比較慢 或者是說神經傳導 需要比較大的刺激 才能夠把神經的訊息 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那 這方面 我是沒有比較 這個 多的這個研究 我只能 我只能說 就我所知道的 這個隨俏的發育 跟很多功能的成熟 是正相關 所以在前額葉的功能 跟隨俏發育比較晚 前額葉功能發育比較晚 這個有關係 謝謝 對 所以剛剛這個 謝謝 這真的超過我的專業 真的這個早產兒 這個有這個小兒新生兒科 這個專業的醫師照顧 現在可以 這個大概二十五週 左右的小孩子 就可以有存活 一半的存活機率 那 但早產兒的發育 有 是這樣子 這個 這個 到底真正在 母親的子宮裡面 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環境 所以早點離開啊 對她確實是不好 對她確實是不好 所以早產兒 有的時候 我必須說有的時候 因為這一定有例外 有些小孩 早產兒長得非常健康 那這個 在她的這個大腦的發育上面 是比較不利的 因為她還沒有成熟到 能夠生出來 如果太早生出來的孩子 她可能在體溫控制上 她還沒有發展好 所以孩子可能需要 很長一段時間 在那個保溫箱裡面 待著 那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在她的生出來之前 那個血腦屏障 這個 大腦跟 血管跟大腦之間的屏障 也還沒有發育好 那還有一些就是 血管還沒有發育好的時候 這個有可能啊 這個小孩子 會有所謂後來的 腦性麻痺 所以早產兒 尤其是這個太早早產兒 跟腦性麻痺的 這個 這個比例相當的高 所以不只是精神方面 大腦的這個功能 這個認知上面的功能 很多連 這個 神經系統的發育功能 都還沒有發育好 所以早產 太早產 真的對孩子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可以到 三十四週以後 這個大概 大概都還算 大概就比較正 所以一般來說 安胎大概會安胎到 三十三週 左右 三十二到三十三週 這個時候孩子 至少她在體溫控制 她的呼吸 她的一些 基本的功能上都發展好 但如果可以的話 還是能夠讓孩子 來到主月 下一個 三十三週 教授有提到說 我們多給小孩子感官經驗 豐富的感官經驗 那現在我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大概也是最近 一直提倡說要多閱讀 那多閱讀就是屬於比較視覺性的 那我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在視覺性的跟聽覺性的 好像就是說聽覺性的 多聽音樂或者多講故事這方面 好像提倡的比較不是那麼豐富 那如果說就視覺性跟聽覺性來講 它對我們這個心智的開發 這兩種之間的比較 它是相等的呢 還是視覺性的會優於聽覺性的 我請教這個問題 謝謝 好 謝謝 這可能我太太回答比較好 因為通常都是我太太在陪小孩子 可是我覺得我在看我太太陪小孩讀書的時候 她除了陪她看書之外 她也講給她聽 她也提供一種這個 隨時有問題可以問她的一種 隨時在那邊 她可以有一個同伴 或是有一個老師一樣的這個角色 所以我覺得她其實這種環境 這種感官刺激是多功能 是多方面性的 她不只只有看而已 她也聽 她也有一種這個 安全的感覺 那這個人是視覺比較優勢 人的話因為人的眼睛 這個對於吸收訊息來說 視覺是比聽覺優勢 那這個是事實 所以這個能夠看能夠讀得多 當然對這個她所累積的知識 她甚至觸類旁通 都會很有幫助 那所以多鼓勵孩子看 這也是很好的 那 確實是 就是人的話是 視覺比聽覺還優勢 因為我們 倚靠我們眼睛是倚靠的比較多 對 這樣可以嗎 請問李教授 剛剛有提到說消失的第七層 那這是不是所謂的潛意識的部分 那潛意識的部分在於 對感官的刺激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會發展 謝謝 對 這個 這個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來這邊可以接受到一些很多這個 很多的刺激也是非常好 嗯 我不懂 真的我不懂這個潛意識 但是 就時間上來講的話 人的話呢 當然從很有限的人類的胚胎跟這個胎兒的 嬰兒的那些大腦切片的這個 很有限 因為人的這個生活很少很少 大概一歲之前 第七層就消失了 所以第七層之 對不起 一歲之前的經驗 跟潛意識 嗯 我不曉得這兩個之間 時間上面 會不會非常的重要 因為也許 這我真的不懂啊 這個可能講的 可能有些事情在我們早年的經驗 比如兒童的一些經驗 可能發生在兩三歲 或是 我們都會覺得說那是我們很早以前 影響到我們後來也許有一些 不知不覺影響我們的 有一些證據是說像一些那個 兒童的陰影啊 這個小時候的陰影 長大之後會做噩夢啊 這個是有這樣子的一個這個 但那個時間跟大腦機器人消失的時間 這兩個時間可能 大腦消失的比較早 所以兩個之間的關聯性可能 但我沒有想過 可能不是很大 對不起 我沒有想過 李教授你好 就是我想要請問一下 你剛剛有提到 是把老鼠鬍子剪掉那個實驗 然後會就是 那個老鼠會比較過動 那我不曉得過動是先天還是後天的 還是因為它是老鼠跟人那個 生產過程那個量齒上的差異 所以才造成這個不同 這個在我寫這個報告的時候 我稍微去查一些資料 這個資料上面說人的話 他是指一些這個 從小是在一些孤兒院 或是比較 在他的這個感覺 刺激被剝奪的一種情形之下 或是說這個 這個孤兒院的小孩 玩具比較少 刺激比較少 這些小孩子 後來到他的收養家庭以後 會比較過動 因為他們會去 去什麼都想摸 什麼都想碰 什麼都想去 那 那邊報告 當然很久以前的報告 他認為說這些活動 常常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這個 他並沒有得到什麼information 但是他 他需要去摸很多東西 來去彌補他的一些 功能上面比較差的情形 他用比較多的次數 去彌補他的功能 那我們在老鼠身上 也看到可能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把它放在一個環境當中 他會去花很多力氣 很多時間在那裡探索 探索探索探索 所以我們會認為他比較過動 也許是因為他的功能 觸覺功能比較差 所以他要靠 好多好多次的探索 去彌補他的功能 所以他比較過動 我們的解釋是這樣 那個您好 就是我對 為什麼環境因素 可以影響DNA的表現 有一點問題 就是 他是怎麼遺傳的 從第一代遺傳到第二代 謝謝 這個 這個應該是說 目前很多科學家 正在努力研究的一個大問題 但這個現象是有的 也就是說 我舉一個可能性 是這樣 因為DNA 他是這個雙骨螺旋沒有錯 但他平常是纏繞在一起 他平常是纏繞起來 不然這麼多DNA 怎麼能夠裝在這麼小的細胞核裡面 他是纏繞在一起的 他需要表達的時候 他才會打開 那他打開跟不打開 跟DNA 他纏繞的情形有關係 他纏得比較緊 或他纏繞的這個 讓不容易打開 那個基因可能在他表達上面 就會 這個 有表達 容易表達跟不容易表達 或是某一些條件之下 他會打開 或有一些條件之下 他會不打開 那這些打開跟不打開 中間呢 跟一些這個官能機 比如說假機 那個 那個 CH3 假機的group 裝在DNA上面 或是把它移除 會有一些關係 也就是有一些機制 在控制DNA上面 有沒有放假機 DNA序列沒有改變 那上面會加上一些官能機 當這官能機被加上去以後 他將來複製的時候 他就複製這個有官能機的 他就照這樣去複製 所以他可能 這只是一個可能的因素 因為有些時候不會 有些時候DNA在複製的時候 會把所有的假機全部都拿掉 全部歸零之後再複製 所以現在有很多的機制 現在還在研究當中 所以我們還不是很知道 他為什麼可以 或是有些時候的複製會 有些時候不會 還不知道 但這些就是環境的因素 透過什麼機制 改變DNA上面的假機 或是一些官能機 也還不清楚 這個是現在目前 大家很感興趣 在努力研究的一個課題 教授你好 我想請問兩個投影片的問題 第一個投影片 你剛剛有談到自閉症 他們的突出會比較多之後 移除比較少的那一張圖 自閉症正常跟精神分別那一張 跟第二張之後 有跟那個老鼠修剪的那個部分 他明明有提到說 術突擊一開始會變多 然後之後變少 就是自閉症它是術突出比較多 然後老鼠那個是把 須須剪掉術突擊也是變多 但是為什麼一個是比較偏自閉的症狀 一個偏跟另外一種症狀 有沒有什麼相關性 謝謝 謝謝 我想那個術突擊 它是神經的一個樣子 但這個樣子 我們只能說它跟某一些症狀有關係 但是我們不敢說 只要出現這個樣子 它一定是這個症狀 因為自閉症 絕對不是只有幾顆細胞的形狀改變 它改變的可能是很多神經的傳導路 好幾個神經細胞 一整個系統的改變 那這些也只是現象 就是說我們在自閉症的這個 有些是人的大腦的一些組織切片裡面看到 術突擊比較多 這個是有一些這樣的例子 那我們也有一些老鼠 在我們實驗室裡面 也有一些自閉症老鼠 術突擊也是比較多 但是我們不曉得他們兩個 就是這個術突擊多 是產生的多 修剪的少 還是產生的多 這個修剪 或者說產生的一樣多 只是修剪的比較少 到底哪些地方出問題 我們還不是很清楚 那這個 撿過鬍鬚的老鼠 我們會認為是這樣子 就是說在它發育的過程當中 它一定是做得多過於它需要的 所以正常的老鼠呢 它的速度一定是很多很多 而後來呢 經過後天的一些環境刺激 使得需要的被保留住 不需要的被移除 而這個是一些環境的刺激所造成的 所以我們說這是神經活動 或是刺激所造成的一些移除 而這個神經活動 在剪除鬍鬚的老鼠身上 至少在這一個 從鬍鬚到大腦的路徑上面 是比較低的 所以它該移除的 這個過程發育的比較慢 所以它還在我們檢查的時候 會看到比較多的速度肌 但是再過兩個月以後 我們再來檢查 再來檢查之後呢 我們就發現 好像真正被留下來的比較少 所以到了兩個月 就是再過兩個月之後 就發現 撿過鬍鬚的老鼠 它的速度肌其實是比較少的 也就是真的有功能的還是比較少 只是它發 只是那個修剪的時間可能比較晚 李教授請問一下 你剛剛有一張slide上面 是說 譬如說在一歲之前 然後我們的感覺最先會被成熟 之後語言之後 最後到認知 然後你又提到那個被剝奪 剝奪的話會影響到這樣的一些成熟度 那想請問一下 那相反來看 現在很多那種神經行銷學 經濟行銷學裡面 他們加入很多很多一些不同的一些玩具 或一些聲光的刺激等等這些 那那種東西 你覺得它是以做父母親 現在又是屬於比較小子化的概念 他值得投資嗎 這樣子 還是說 投資之下的時候 父母親也要帶著他做 可是現在很多因為父母親工作的原因 可能都是外勞或等等那些 來帶他們做 他們之間有差別嗎 這種都是很經濟學的這種 因為現在很多的經濟學 都是用神經學的角度去考量 去創造出來的商品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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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因為有露營 我還請問有一個 因為現在不但是人 而且寵物 現在因為有些人根本不生人了 他只養寵物 那老師是動物學家 所以想要了解一下 動物學這地方 他們也買了一堆 有的沒有的 我們看起來是蠻花俏 很商品的東西 他在動物上面的 真的是發展上面 真的是有助於動物嗎 如果有助於動物 那我們就反對 那這樣人的話 應該也有他的意義 我不太了解 怎麼講的 回歸到動物身上 這個確實在很早很早 大概1940年代 就有報告說 寵物網的大腦的發育 是比那個實驗室養的那個 動物籠子裡面的動物 發展來的好 所以呢 給他這個 常常一些活動 這個主人跟動物之間的活動 影響這個動物的大腦的發育 這個是真的是有的 那 那 這一塊我就 這塊 這塊我覺得很多是商業啦 我覺得很多是商業活動 不是給鳥做一件衣服穿 一件還要好幾千塊 他會比較快樂嗎 還是他就自由自在的 你把他放回 這個以前 我就有一個認識的朋友 他說 你幹嘛把鳥 養在你們家裡呢 你就需要看鳥的時候 你就到野外去看他 他不是比較快樂嗎 我覺得也對 而且我出去看一看 我不只看鳥 我也呼吸新鮮空氣啊 很多東西是商品化啦 做了有點商業化 他其實 你自己以為很好 他就說服你這個很好 然後他就做出一些商品 他製造你的需要 你不見得需要 但他製造出你的需要 那既然你覺得需要 他就有得賣 這很多商品都是 都去製造一種需要 然後他再去滿足你的需要 但本身那個需要 可能並不存在 那 玩具齁 對 我覺得剛剛小姐說得很對 如果說我買了玩具 我自己陪孩子玩 這個意義比玩具本身還大 當然他也許他有一天 他會自己玩了 那他就自己去玩他 如果說反過來講 我買了玩具 但是我不陪他玩 把他丟給玩具 讓他跟玩具玩 或者是有一些電腦軟體 電腦軟體就是 這個 它會變得很簡單 你只要動動滑鼠 你就可以去玩一些 這個很簡單的電腦遊戲 所以賣軟體的這些 譬如說 你就可以把小孩子丟在電腦前面 然後 他就可以自己去玩 然後他就跟你說 這樣還可以學習什麼 123 學習一些東西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雖然有錄影 我個人覺得 我個人覺得 這類商品是不值得鼓勵 因為本身這個 他剝奪了親子之間的這個 這個面對面的互動 另外呢 就是說電腦螢幕本身 很多都是平面的 這些平面的東西 跟你真正的深度的視覺 這個3D的 三度空間 真正的那個視覺 的基因還是不一樣 我們更應該鼓勵孩子是 真正去看到 真正的這個 三度空間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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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視覺 而不鼓勵他們 在電視電腦前面 花太多的時間 稍微補充一點 就是說在所有的這些 物理性的刺激 譬如給他玩 去放到一個充裕的環境裡面 其實有越來越多的研究 告訴我們說 那個社會互動在裡面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說 必須爸爸媽媽陪著小孩玩 或者是有其他的人陪著一起 那下一次就是說 嬰兒如何解讀語言密碼 曹峰明曹老師就會跟各位講 一個他自己的研究就是說 對著小孩說話跟你用錄音機 放畫給小孩聽 兩個得到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裡面 人的因素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謝謝林老師 好 那個還有沒有問過問題 後面那位女士 就是剛才那個教授講到說 母體對胎兒的影響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就想說 那爸爸難道一點關係都沒有嗎 爸爸當然還是有影響啦 爸爸當然還是有影響 這個梁老師跟我說 那個 爸爸可能是 爸爸的上一代 有些什麼 什麼什麼事情 就影響到這個爸爸 爸爸的後代 就被影響 我剛剛講說那個 媽媽被 給壓力啊 那個 這個爸爸 就比較 去雄心化 遺傳到下一代 但是我覺得 就 就一個家庭來講 當然不可能只有爸爸 如果說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少了另外一半 的這個 陪伴跟扶持 這個對於懷孕過程當中 也是一個非常不好的 或是比較這個 負面的一個 的一個這個過程 在我記得我們小朋友 在出生之前 我們去參加那些 這個懷孕 這個生產的那個 新手爸爸媽媽媽的那個班啊 那我一定是全程參加 那這個老師就告訴我們說 你要進去陪產 那你是她的 你是你太太的教練 coach 因為呢 你要跟她數 什麼一二三四 數到七 還是數到幾 吸氣吐氣 因為我數跟別人數 對我太太的那個 感覺不一樣 因為我跟她 是很親密的一個同伴 我陪她 一起進到產房 我跟她一起 經過那個生產 雖然我沒有 我沒有做什麼 但是我覺得是一種 親情跟一種 這個 這個 這種鼓勵 那教養孩子也是一樣 我覺得爸爸不能缺席 這個 爸爸跟媽媽一起帶孩子 這個 總是比 只有媽媽一個人帶 或是分隔兩地 這樣子的情形 這個家庭的和樂情形 還是比較 比較完整的 順便回應剛才的問題 那其實父親的角色 這個也有研究過 就是父親 就是有的是單親 爸爸帶小孩 有的是單親媽媽帶小孩 那有研究過是 會有不一樣的一個 小孩對小孩的那個成長 會有不同的結果 好像是父親帶的會比較有創意 但是母親帶的好像功課會很好 那這個詳細的部分去 因為我聽過唐宣美教授的影響 他好像有提到這個部分的研究 但是 仔細的可能就是大家還要再去研究 那 同時就再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剛才提到說 早產兒對神經的發展是有不利影響 那如果這個 產物他的胎兒是超過 預產期的呢 那是有更有利的影響 還是比較不利的影響 因為在媽媽的肚子裡面 他可能感官的接觸 就是比較少嘛 你出來外面的世界 可能感官的接觸會比較多 所以 不曉得有沒有這樣的研究 謝謝 那個 通常懷孕大概是38到40週 那如果超過42週就要影響 最主要的原因是 這個 在胎兒發展的過程當中 頭部是最大的 頭部是最大的 因為頭是頭最大 但是超過40週之後 腹部就開始比頭大 所以 會比較不好伸 因為 頭能夠出得來 全身就出得來 可是如果等到超過42週 腹部會比頭還大 的時候 頭出得來 肚子不一定出得來 所以這個 這個 當然 是不是對大腦比較好 我不知道 但是對生產過程是比較不好 那生產過程如果太長 產成過長 這個可能因為 那個幾代那邊 跟胎盤的血流已經斷掉了 就是他要生產的過程當中 胎兒已經要離開母體 所以那邊從母體 幾代來的那個 那個 那個血流工藝已經斷掉 但他還沒有出來 還沒有出來自己呼吸 這個產成如果過長的話 對胎兒是不利的 就產成過長會有那個缺血 那 大腦只要缺血或是缺氧 超過兩分鐘 大概就會有一些影響 超過四分鐘 就有這個不可逆的影響 所以 嗯 超過時間 就時間到了 就會讓人家生出來 太晚生出來也不好 謝謝 好 最後一個問題 沒有問過 那位女主席 李正說你好 我是台大心理系研究所 我學生 那我這邊有兩個問題想要請教你 就是你 好 就是你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雙份A的使用會影響到那個 就是熊鼠的去熊性化嗎 那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因為去熊性化的現象是說 會讓母鼠對這個熊鼠不感興趣 可是你剛剛也有提到說 它之後還有第一代和第二代 對啊 那我就有點好奇說 這樣是說其實也不會影響到它的生育 還是說它就是生育率可能會下降 那還有像一般老鼠中是不是也會有一些是 母鼠比較不感興趣的老鼠 那這些老鼠跟 就使用雙份A的老鼠有沒有什麼相似性 在不管是生理或是 就是它的遺傳上面 謝謝 好 這個 這個 嗯 我覺得這個動物實驗 或是各樣的實驗 它去呈現一個現象 它都不是百分之一百 它只是機率比較高 那所以 雖然 某老鼠對它 它不是不感興趣 只是感興趣的程度 比較差 所以它還是有機會 產生它的後代 所以才會有F2 才會有它的後代出來 那你看它那個 其實它那個 ERROR BAR很大 所以本身這個實驗 本身呢 變異就很大 個體個體之間的差異也很大 只是說 這個雙邊的處理 會使得這樣的一個情形 比較有一個顯著的 兩個之間會顯著不太一樣 但是個體還是有差異 它那個BAR很大 那 你剛剛的問題是說 有沒有一些個體 也對某老鼠 一定也有啦 一定也有 那什麼原因 不知道 那雙方園其實它的研究也很多 那個前一陣子 當那個台灣塑化劑 很多的新聞在報導的時候 就是那個 香港大學有很多 一些研究 也是在說 雙方園影響到那個 生殖系統啊 什麼的 那個應該還有一些相關的報告 我只是舉這個例子 我只是舉個例子 說到這個不該接觸的東西 我們盡量避免接觸 謝謝 我們非常謝謝李教授 這個非常非常精彩的演講 他從一個父親的角色 然後講到這個 神經系統的發育 那給我們很多新的知識 尤其是他最後講到那個隔代的影響 就是說那個epigenetics的那個觀念 其實是現在目前科學研究上面 一個最新的觀念 就是說有些事情就是說 影響到基因的表達的時候 他可能那個影響是非常非常深遠的 所以不但做父母的很重要 做祖父母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今天的演講我們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再次謝謝李教授 謝謝李教授 謝謝李教授 提示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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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忧郁的药物之后呢 在白刀鼠的实验之后 会有对痛觉感觉不敏感 对痛觉感觉不敏感 也说身体会有一个 瘫痪的一个情形 那我就是因为今天这边的心肺炎症的肺炎症的肺炎症的药物 母体或是肺炎症的肺炎症 演说之后 演说之后 演说之后我体会说我是一个人做妈做娘怀还是生孩子 教学工作者 比较被绑被杀被迫害被捏被炸在十日架上是天主子 更不如的一个体会 为什么说我是具体的说自有根据的不是幻听幻想幻觉来的 我在怀头胎的时候 在台北市某大教学医院 怀孩子生孩子 做产检 都一直是在一个地方做 结果我在医院里面生的孩子三天内 从怀的孩子还没有生孩子 孩子没有出母胎的时候 我就不停的出血 一直到孩子出了母胎 在三天内 我应该是叫做 体的血水空空的脑周边血管缺血 嘴比白痴惨白 比十日架上天主子特写可不特写的样子 然后 然后这样的情形 我在医院的里面 医院里面没有给我点滴的血 的时候 我接到我工作的地方 给我限时挂号信 不准请假去上班 还要我去教准的办公室去参考 这是第一个画面 先回答你 然后没有没有 你问了两个问题 每个人只能先问 因为我说我的体会的话 记忆是不能够取代的 所以我现在了解 还有别人 我体会体量 我比十日架上天主特写可不特写 有名的冤枉大有天网 你回答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其实我之前也这样报告 也是在精神科报告 他们就跟我说 这个就是overdose 就是你就是计量太高了 我觉得没有错 我们的计量 这个可能在老鼠身上用的计量 跟人的计量不一样 对老鼠来讲 对人来讲 这个计量是比人的 生理上面的计量是来得高 那我只是觉得说 这样一个研究 是提醒我们 在这个早期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这个血腥肠绿素这个系统 如果说被影响的话 有可能会有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状况 那有报告是说 这个有人去做过一些估算 当然老鼠跟人 毕竟不能够完全相等 但是我们给这个计量 跟人的估算来讲 是合理的计量 只是在合理计量中 比较高的那个部分 那这个如果妈妈服用药物的话 因为妈妈服用药物的那个计量 可能我们是跟体重 会换算成一个浓度 可是如果妈妈的体重 跟孩子的体重 可能差二三十倍 对不起应该不止 可能差四十倍 五十倍 所以如果说以体重来算的话 以体重的浓度来算的话 吃进去的这个浓度 对妈妈来讲的浓度是一倍 对孩子就是五十倍 因为他的体重 只有妈妈的五十分之一 所以对孩子来说 这个妈妈吃进去的 这个药物的浓度 对孩子来说影响是很大的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但是这个是不是使用 如何使用这个需要评估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